各位觀眾歡迎收看今天是2020年的5月3號 我們在之前有拍過這個 巧救狐狸安004號 影片連結我們右上角給各位參考 我們拿前面一次的拍的給各位參考就好 因為前面那一次我們拍完之後 我們將那個板子上的那個004號 把它移到這個位置 現在你看看這個 這個是我們之前種這個是香夾蘭 香夾蘭往上 我們希望它之後會長好吃 很貴又好吃的那個香夾出來 準備要來做冰淇淋 或是做蛋糕用的 但是呢 到現在都還沒開花 那我們現在這個004號呢 我把它移到這個板子上呢 移上來之後呢 我就開始有點後悔 為什麼我後悔 因為我放上來之後 它的氣氛已經開始 已經開始附在這個板子上 那我就後悔了 我就覺得應該說有一點後悔 我解釋一下 因為我們放在這個板子上 這是靠戶外 如果以台灣冬天如果有寒流 如果假設 因為我們現在冬天剛過嘛 如果到了再過一年年底的時候 那個年底的時候 如果有寒流吹的話 哇慘了 如果放在這邊可能就 到時候被凍傷 我就沒有辦法移到別的地方去 因為這只要有風的情況下呢 然後有寒流又有風吹的情況下呢 是很有機會會凍傷 凍傷的情況就是葉子它會變黃 然後就掉落 嚴重很嚴重的情況下 有可能會陣亡 那現在呢這一株呢 有一點點 特殊狀況 那我們把距離拉近 帶大家來看看 好 我們從這個角度呢 大概可以看得到呢 這個 這個位置呢 有沒有一個白白的氣根 在靠近板子的部分 有白白的氣根已經附著了 那這旁邊呢 也有很正常的這個氣根在生長 那這個葉子呢 厚度呢 雖然葉片還軟軟的 整個吸水量還不是非常的足夠 但是也沒有說變得非常的差 上面的這個位置呢 已經新葉呢 已經有看到這個葉子在正常生長 氣根在正常生長 就是一個好現象 然後再來呢 這株呢 又有一個很特殊的狀況呢 這邊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一個側野 我有沒有以為它要開花長花芽 結果這不是耶 這看起來好像是側芽 我把距離再稍微調整一下 讓大家看清楚 有沒有看起來很像這個葉子的形狀 給大家看 OK 那這一株呢 那這一株呢 就是特別在 它長了一個側芽 我在之前的一些 講一些 之前講蝴蝶蘭 提到蝴蝶蘭的時候 我都跟各位講過 這個 蝴蝶蘭啊 它是很難很難分這個側芽 通常呢 這蝴蝶蘭呢 它會長側芽 絕大多數 都會是有問題的蝴蝶蘭 那這種講法呢 在之前影片我都提到過 那影片連結我們放右上角 給各位參考 那這次呢 我們這次又碰到了 所以呢 我們又再提一次 因為這次我們是做的是 這個蜘蛛004號的一個 紀錄觀察 所以呢我們就順便提一下 那從旁邊長出這個側芽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它 你看 這個蝴蝶蘭呢 它氣根很少 幾乎都爛光了 然後呢 就之前呢 這個蜘蛛是種的紅蜘蛛 氣根爛光 那因為這麼嚴重的情況下呢 所以讓它呢 長出了一個側芽 那正常的蝴蝶蘭呢 要長側芽的是 其實是很困難的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常常跟各位講說 這個蝴蝶蘭啊 如果對一個新手來講呢 它要 它要 養蝴蝶蘭呢 是一個很 算是一個 很 很困難的一件事情啦 很難上手 因為蝴蝶蘭呢 它很難分身 像這樣子要分身很不容易 它不是像其他蘭花呢 有時候呢 其他人都 假設 石狐蘭啊 或者是 加德莉亞蘭呢 或者是 爆碎蘭呢 它都很容易從旁邊呢 長出一個球根 分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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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這些蘭花呢都算很好養 這種蝴蝶蘭呢 就是很麻煩就是在這邊 你很容易把它養到爛根 爛根之後呢 它又不會分身 然後就這樣子就直接死亡了 所以 這個蝴蝶蘭養殖難度呢 是屬於 算是蘭花裡頭 那個難度最高的一種 所以 對新手來講啦 養殖的難度算是最高的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介紹這個 蝴蝶蘭004號呢 它長側牙 然後準備紀錄給大家 觀察觀察 那日後呢 我們就這個 這蝴蝶蘭呢 我就會讓它沿著這個板子 然後跟著它 隨便它長 如果冬天真的碰到 寒流被凍傷了 我們也派來做紀錄 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也是想知道一下說 這到時候生長的狀況怎麼樣 然後呢 也可以有個 觀察 做紀錄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邊 感謝收看 再會